我告訴你 今天《鏡週刊》報導的內容 全部都是法院裁定羈押柯文哲的裁定書 裁定書裡面出來的 是 那如果不是 鄭孫元出來打臉《鏡週刊》嘛 說沒有嘛 沒有這個事情嘛 我把柯文哲裁定羈押 延長羈押的裁定書給大家看嘛 一人一份嘛 大家來看看嘛 拿出來啊 拿出來看是不是 不是這個樣子嘛 就笑你不敢 因為裁定書上面 我相信《鏡週刊》寫的就是這麼樣子的 不然你拿出來 你鄭孫元拿出來 你鄭孫元一定不敢拿出來 因為《鏡週刊》寫的就是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不敢出來 因為這一件事情如果屬實 我覺得民眾黨就GG了 代表什麼 這個金流是有的 而且這個金流在哪裡拿的 在市長室 台北市政府的市長室 我真的覺得這太瘋狂了 你知道市長室 過去柯文哲怎麼講 財團要見市長 可以來市長室吃便當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財團是走秘密通道 坐後電梯進到市長辦公室的小秘會室 交錢給市長 你知道所有的台北市公務人員看到今天的鏡週刊 一定會非常憤怒 裡面真的有小房間 有 就是市長的辦 就是剛剛講的嘛 市長室比如說他是這樣的空間 然後市長室在這裡 然後從正常啊 大家如果要找柯文哲一定是從十一樓經過警衛 然後進到市長室之後 先看到所有的機要才進到市長室 但是市長室有另外一個門 那個門可以對外通道走廊 然後通道後電梯去 之前趙騰雄 柯文哲那時候不是把趙騰雄罵到臭頭嗎 結果有一次私底下在台北市政府裡面密會趙騰雄 趙騰雄就是從那個秘密通道走進去的 所以所有的記者都拍不到 但是那個秘密通道並不是完全沒有監視器的 所以是內部有監視器 可以知道有誰進去 但是記者不知道那個通道在哪裡 那如果趙騰雄現在是從那個秘密通道 進去市長室 市長的秘密會議室裡面交錢的話 你知道臺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一定會非常神奇 因為柯文哲在臺北市執政八年 把所有的公務人員全部罵一頓 然後罵大家什麼官商勾結 罵大家甚至還直接那時候還嗆那個 那個正風處的處長說你們正風這樣亂搞 我連你正風處長一起辦 你辦什麼辦啊 哪一個人敢像你這樣直接在市長室拿錢的 好 所以你看這個市長室裡面居然有秘密通道嗎 會議室裡面還有一個密室嗎 我們要請教蘇培 因為剛剛小玉姐是覺得說要嘛就是被告講的 要嘛就是有監視器 不然可能是有人看到嗎 但是呢是不是真的在市長室交付一千五百萬的現金 如果真的是屬實話 柯文哲真的是膽大包天 你看黃國昌怎麼酸呢 他說那北檢現在就可以起訴啦 他說還在等什麼呢 為什麼要研壓柯文哲呢 現在就可以起訴啦 可以把這麼荒謬的劇情寫進去啊 所以民眾黨還是認為說沒有這個一千五百萬 這一千五百萬就是時間嗎 那叫鄭聲援出來打臉靜週刊啊 我告訴你今天靜週刊報導的內容全部都是法院裁定積壓 柯文哲的裁定書 裁定書裡面出來的 是 那如果不是 鄭聲援出來打臉靜週刊嘛 說沒有嘛 沒有這個事情嘛 我把柯文哲裁定積壓 延長積壓的裁定書給大家看嘛 一人一份嘛 大家來看看嘛 拿出來啊 拿出來看是不是不是這個樣子嘛 就笑你不敢 因為裁定書上面 我相信靜週刊寫的就是這麼樣子的 不然你拿出來 你鄭聲援拿出來 你鄭聲援一定不敢拿出來 因為靜週刊寫的就是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為什麼不敢出來 因為這一件事情如果屬實 我覺得民眾黨就GG了 代表什麼 這個金流是有的 而且這個金流在哪裡拿的 在市長室耶 臺北市政府的市長室耶 我真的覺得這太瘋狂了 你知道市長室 過去柯文哲怎麼講 財團要見市長 可以來市長室吃便當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財團 是走秘密通道 坐後電梯 進到市長辦公室的小秘會室 交錢給市長 你知道所有的臺北市公務人員 看到今天的靜週刊 一定會非常憤怒 裡面真的有小房間喔 有 就是市長的辦 就是剛剛講的嘛 市長室 比如說它是這樣的空間 然後市長室在這裡 然後從正常啊 大家如果要找柯文哲 一定是從十一樓 經過警衛 然後進到市長室之後 先看到所有的機要 才進到市長室 但市長室有另外一個門 那個門可以對外通道走廊 然後通道後電梯去 之前趙騰雄 柯文哲那時候不是把趙騰雄 罵到臭頭嗎 結果有一次私底下 在台北市政府裡面密會 趙騰雄 趙騰雄就是從那個秘密通道走進去的 所以所有的記者都排不到 但是那個秘密通道 並不是完全沒有監視器的 所以是內部有監視器 可以知道有誰進去 但是記者不知道那個通道在哪裡 那如果趙騰雄現在冠錢 是由那個秘密通道 進去市長室 市長的秘密會議室裡面交錢的話 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一定會非常神奇 因為柯文哲在台北市執政八年 把所有的公務人員全部罵一頓 然後罵大家什麼官商勾結 罵大家甚至還直接那時候 還嗆那個 那個正風處的處長說 你們正風這樣亂搞 我連你正風處長一起辦 你辦怎麼辦 哪一個人敢像你這樣 直接在市長室拿錢的 我真的覺得非常憤怒 你把所有的台北市的官徵 敗壞到到極點 所以今天陳志涵出來開慶者會說 這個鏡周刊寫的這個這個新聞 把所有的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全部都欺負了 全部都都都都把他寫糟糕了 我告訴你 不是鏡周刊寫糟糕的 是台是如果市長 真的在市長室收錢 這個行為明顯就把台北市的公務人員 視於無為 蘇培那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說他真的是在市長室裡面 收錢的話 那個小房間裡面有可能有誰呢 有可能有局值嗎 因為剛剛若芳也是動作很快 立刻調出了十一月一號的延正登錄記錄 裡面有什麼衛生局秘書處 公管中心 那一份是刷卡記錄 延正登錄沒有任何跟審慶金有關的 完全沒有看到審慶金三個字嘛 那當然不可能給我們看到了 人家審慶金就沒有從刷卡的地方進去 你怎麼會吵得到他啊 所以那進去之後總是要通報吧 他說市長要來啊 如果有人是從地下室帶著審慶金 走後面的電梯 進到柯文哲市長室秘密小房間的後門 你根本前面的警衛都看不到嘛 所以代表說是豬牙虎跟著審慶金 去的可能 那有可能是豬牙虎說出來的嗎 還是這個小房間裡面是柯文哲跟橘子 還是有誰也在裡面呢 是所以這個關鍵 我覺得今天 靖周刊寫的非常的這個有趣 他寫說整個收賄過程 已全被辦案人員掌握 所以這個辦案人員掌握是 李文中說的豬牙虎說的 還是真的有監視器 其實就已經留下來了 我覺得這是值得被探討的 如果有監視器 剛剛大家講的 到底一千五百萬是幾個水果盒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要很多人 就是到底這一千五百萬是怎麼送到市長 室的那時候就會非常清楚 不過我要再講一次 就是說如果這個整個收賄過程 辦案人員其實都有掌握的話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真的是GG了 那對於 等一下我們可能會討論到黃國昌 接下來要接民眾黨 本來我昨天一直覺得黃國昌沒辦法 因為柯媽媽一定不會同意 那個民眾黨一年一千五百萬的 一億五千萬的資金的分配 怎麼可能交給一個外人來分配 對不對 可是今天如果財定書寫得這麼清楚 柯文哲是在市長市收受這個相關匯款 我告訴你民眾黨的小草 全部都崩潰了 黃國昌的機會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黃國昌的時代來了 不過我還是要再講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柯文哲的這個行為 真的羞辱了台北市所有的公務人員 他居然可以在市長市收錢 而且他的市長市外面還有一個軍機處 大家還記得嗎 有一個軍機處 還寫得一團合氣 結果他居然在那裡做這麼 這麼這麼敗壞觀真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今日今天還是訂閲表 未來很快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一起持續 我們會請你 我們會想不解決 我們會稍 quote 我們會在這場 我們會